万众瞩目的新乡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反观国平球员表现可以说很不错 女平包揽了四强 最终的单打金银牌都幸中 男平这边马龙和王楚清一如既往地表现强势 成功地镇守了下半区 两个人成功打入四强 可惜的是国平上半区失手梁静坤被禁赛 樊振东和林高远一轮游 本次新乡世界杯由于梁静坤因为球拍事件被禁赛 樊振东渔翁得力直接晋级八强 樊振东比其他球员少打一轮 在体能和精力方面比其他球员占据优势 可惜的是樊振东首轮爆冷一轮游 苦战五局不敌德国名将奥加洛夫让很多球迷意外 经常关注樊振东的球迷都知道 樊振东现如今世界排名第一 伴随着马龙和许新的老去 樊振东被称为国平一哥 但是最近樊振东遭遇了三连败 分别是成都士兵赛2比3输给张本志和 澳门冠军赛3比4输给王楚清 新乡世界杯2比3输给奥加洛夫 看了直播的球迷都知道樊振东 在家门口的三战比赛都输了 不免引起很多球迷的担心 因为现如今国平难对 可以说还没有完成新老交替 并且巴黎奥运会 还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就要来了 难拼是否能捍卫金牌荣誉是个谜题 樊振东最近三次失败 其中成都士兵赛是秦志俭现场指导樊振东 2比3输给张本志和当时王浩坐在场边观战 当樊振东出局的时候 导播把镜头给到王浩 王浩有些尴尬 樊振东输给日本名将 王浩肉眼可见 有些不开心 澳门冠军赛和新乡世界杯 都是王浩现场指挥樊振东 遗憾的是樊振东遭遇了两年败 细心的球迷不难发现 王浩场边指导的时候 表情也是非常紧张 虽然在暂停的时候不断给樊振东分析对手 无奈樊振东还是差了一口气最终输球 樊振东和王浩一样个人实力是有的 技术也非常全面 给球迷的感觉缺少了一种霸气 一种洋溢在脸上的自信 同时打球也缺少了一些灵气 很多球迷认为没有马龙和王楚清灵活 反观日本名将张本志和如今才19岁 虽然比赛的时候喜欢幕后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张本志和确实敢打敢拼 并且在比赛中很主动很多时候都是主动上手 比赛搏杀性十足 虽然不稳定 但是张本志和的气势十足 在某些方面更能激发自己的斗志 樊振东打得有些沉闷 尤其是遇到顶级球员的时候 可以说彼此实力相差不大 就看谁更敢下手 19岁的张本志和放出豪言要击败国平夺冠 并且表示现如今处在最好的球队打球 很明显有些自大 并且张本志和把更大的目标定在奥运会 志在亮剑巴黎奥运会反观现如今的国平球员 谁能抵挡日本名将张本志和的冲击 樊振东需要证明自己 王楚清还不够稳定还需要历练 梁静坤和林高远难堪大任 已经被刘国梁智慧行放弃了 虽然马龙34岁了 但是六边行战士喊起来的时候依然无敌 很多球迷认为只要马龙想赢 现如今依然是头号种子球员 并且张本志和打球灵活多变 每一板球都带有搏杀性 可以说不能给他一点机会 需要每一板都打得很细 现如今很多球迷认为只有马龙能抗住压力 有把握战胜张本志和大家说对吗 敌人